OK啊 那么这是我们上面说的这个简单介绍啊 那么然后呢 在我们去学习这个将过之前呢 我们还要给大家去说一个概念 叫做虚拟环境啊 就什么是虚拟环境呢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就是为什么呢去产会产生这个虚拟环境啊 你比如这里面 我们之前呢去安装这个Python的包的话 你就安装这个pipe install 后面跟上一个包名对吧 那么这个包呢最终啊 比如说我要安装Python3的一个包 我就pipe install加上一个包名 那么最终这个包它会装到哪啊 在我们的虚拟机上面 比如我们在 在我们这个虚拟机上面啊 然后呢在这里面CD啊 有个user 有个local 下面的有一个live啊 那在这里面呢 你会看到两个版本对吧 一个是Python3 2.7 一个是Python3.5 那我们上课呢 我们用的是这个3.5的 当你使用这个命令啊 去安装这个pensin包的话 那么这个包呢 其实是安装在这个CD啊 进入这个python3.5 那么它里面呢 有一个目录叫做 dista packages 那么进入这个目录呢 你使用这个命令 去安装的这些pensin包呢 它就装在了这个目录的下面啊 它就装在这个目录的下面 那么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安装 当你呢 去安装同一个包的不同版本的时候 后面安装的这个包呢 它会把原来安装的包呢 给它进行一个覆盖啊 进行一个覆盖 好 这样会产生的问题呢 比如我们上面 哎 这个图 假如说你公司呢 现在啊 开发了一个项目一 哎 这个项目一里面呢 它使用了一个 MySQL DB1.2.5的这个版本 然后你当 这个项目开发完成之后呢 哎 现在你公司 它又来了一个新的项目 哎 这个新的项目里面呢 我们决定啊 哎 领导说 要使用这个 MySQL DB2.0.1 的这个 版本啊 2.0.1个版本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开发的时候 你需要在你的电脑上呢 再去安装这个 MySQL DB2.0.1 这个版本 好 这样 哎 你去安装的话 那么你原来 机器上面的 这个版本呢 就会被覆盖 就会不覆盖啊 这个时候 哎 问题来了 那么突然间 哎 这个项目一 对吧 哎 它出了一点bug啊 领导让你调一下 那么你 你在你的电脑上呢 你在运行这个项目一的时候呢 哎 它就会给你报一个错误 哎 你缺少这个依赖的 MySQL DB1.2.5的一个 版本啊 1.2.5的一个版本 好 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出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 它呢 哎 后来安装的这个包 会把原来安装的包覆盖掉 哎 如果呢 你同一台机器上面的两个项目啊 依赖于相同包的不同版本 哎 就有可能导致 哎 一些项目的运行失败啊 运行失败 那么他们解决的方案呢 就是 虚拟环境啊 虚拟环境啊 那么 什么是虚拟环境啊 一句话 虚拟环境呢 就是真实Python环境的一个 复制版本啊 其实呢 就是 你复制了一个Python啊 复制了一个Python 它呢 是它的一个复制的版本啊 这里面 虚拟环境 它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 我们复制了一个Python 那么我们在虚拟环境里面 去运行项目的话 就是使用我们复制的这个Python运行 安装包呢 也是在这个复制的Python里面去 安装啊 就 跟你外面的这个东西呢 它就没有这个 关系了啊 跟你这个 City User Local 然后Live 下面的这个 Python呢 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只是把它复制了一份 复制之后呢 我们再装包 就是装在了我们复制的版本里面啊 装在我们复制的版本里面 OK 那么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概念啊 然后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怎么去安装这个Python的虚拟环境啊 那么这个就是你们 大多数人啊 如果使用的是我们之前发的这个虚拟机的话 对吧 那么其实上面的这个 虚拟环境呢 已经都给你装好了啊 就是在这里的话 我只是告诉你 如果你要新装的话 对吧 需要怎么装啊 需要怎么装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首先你要去 安装虚拟环境的话 你需要安装两个包 首先一个呢 是我们这里啊 在我们这里 你要安装一个Python 去安装一个叫做Virtual VirtualEV啊 VirtualEV虚拟环境的一个包 那么这个呢 你在这里面进行安装之后啊 我这里面因为已经安装完了啊 所以呢 他给我这样一个提示啊 安装它之后啊 其实呢 你就可以呢 在你的电脑上呢 去创建这个虚拟环境 但是呢啊 它的这个命令呢 比较复杂 你想要简单点的话 你还要再安装另外一个包 叫做虚拟环境的一个扩展包 那么这个包的名字呢 叫做VirtualEV Vapor啊 VirtualEVapor啊 就装完它之后 你再去Pype Install 去安装这个VirtualEV Vapor啊 Vapor OK 那么把这个这里呢 是虚拟环境的扩展包 当你把这两个包都装完之后呢 你要去创建虚拟环境啊 那么你还要去 去你的家目录 也就是你用户的主目录下面 去编辑一个文件啊 配置文件 这个文件呢 叫做.bash.rc啊 就是 回到你的家目录啊 我这里面就在我的家目录下面啊 家目录下面 那么这个目录下面呢 有一个隐藏文件 它的名字呢 叫做.bash.rc bash.rc OK 那么编辑它之后呢 然后呢 在这个文件的末尾呢 你去加上这么两行 加这么两行啊 就加上这两句话 那么一个呢 是叫做Work on Home 等于一个路径 等于一个路径啊 那么这个Dollar Home 在这里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东西代表什么啊 这个东西呢 它就代表你当前用户的 加目录的路径 比如说我现在 我这个用户 我这个用户的主目录 加目录它的路径呢 你pwfd 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这个Homo pathon啊 那么这个Dollar Home呢 它就代表这个Homo pathon啊 其实呢 在这边是设置的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叫什么呢 其实呢 就是Homo下面呢 pathon 那么下面呢 DF 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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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啊 这里面这句话呢 就是设置的一个路径 我们刚刚给大家说 我们的虚拟环境呢 就是复制了一个pathon啊 你复制了pathon 你要放在哪个目录下面 就是放在了这个目录下面啊 就我们在这里的设置 复制了pathon 就放在这个目录下面 然后啊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这样一句话 这样一句话 它是什么作用啊 就是我们创建虚拟环境呢 会有一些命令 你要想直接使用这些命令呢 你需要把这一句话加上啊 把这一句话加上 好 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说这两句话 然后你把这两句话加上之后 把它保存 好 保存完之后 直接使用这个sauce.bassrc sauce.bassrc 让你这个配置文件啊 生效一下 让它生效啊 好 生效之后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创建我们的虚拟环境 这是它的一个步骤啊 创建虚拟环境 它的一个命令 叫做啊 make啊 make virtual因为啊 就是make就是制作 对吧 virtual就是虚拟 make virtual因为 创建虚拟环境 然后后面呢 跟上虚拟环境的名字啊 但是你注意啊 你在这里面 如果你直接跟一个名字 你去创建虚拟环境的话 那么你创建出来的虚拟环境 它里面的python呢 它是python2的一个版本啊 python2的一个版本 你如果要创建一个python3的虚拟环境 怎么做啊 直接呢就是make virtual因为 然后后面跟上一个 -p 后面呢 写上一个python3 写上一个python3 然后后面再跟上这个虚拟环境的名字 你比如说我们叫做bj18 然后呢写上一个py3啊 写上py3 好这里面呢 它就会去创建一个虚拟环境啊 OK 那么这里面你看到啊 当你看到这里面 它前面这个提示符 这两边是不是发生一个变化的时候 对吧 那这个时候说明你的虚拟环境呢 已经创建成功了啊 前面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说明现在你是在这个虚拟环境里面呢 进行工作啊 你已经进入到的这个虚拟环境里面啊 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说 创建虚拟环境的基本命令 创建py3的虚拟环境啊 那么 你知道这个之后啊 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说呢 就刚刚还是我们上面提到这句话 虚拟环境呢 就是真实py3环境的复制版本 那么你当你在虚拟 它到底复制在哪里的啊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 点开你进入你的家目录 然后呢我们可以让它显示一下隐藏目录啊 直接呢就是Ctrl加 H可以帮你显示隐藏目录啊 找到我们刚刚呢 我们的有一个点文情音为S啊 这个呢就是我在配置文件里面给大家看到这个路径啊 就是这个路径啊 就是这个Dollar号面下的点文情音为S啊 我们复制的虚拟环境就在这里 然后你点开之后啊 点到点文情音为S里面 找我们刚刚创建的BJ18PSI 看能不能看到这边有一个目录 好没有 这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虚拟环境啊 那么你点进来之后 你会看到它里面有个Live 你点到Live里面 你可没看到一个Python3.5 对吧 这就是我们复制过来的这个Python啊 复制过来的这个Python啊 之后呢 我们虚拟环境里面使用Python 就是使用的这个Python 使用的这个Python啊 你在这里面你一瞧Python 那么你使用的这个Python呢 就是这里面的这个Python 好 同样的啊 你如果在这里面 你去安装这个包的话 你去安装这个Python的包的话 这个包也是安装在了这个Python里面啊 这个Python里面 也是安装在这个Python里面 好 除此之外啊 你注意 除此之外 它跟真实环境没有任何区别 比如说你在这里面 你去编辑一个文件 或者呢 你是创建一个目录啊 等等 你在虚拟环境 包括你退出虚拟环境 它都是一样的啊 它都是一样的 并不会说 你在这里面去 你在这里面去创建一个目录之后 你出去之后 它就没了啊 它还有 它还有 在这里面 我们给大家强调虚拟环境的两点 就是它呢 只是复制了一个Python 就是在这里面 你在虚拟环境中啊 在虚拟环境中 在虚拟环境中 使用的Python 那么是复制的Python 复制的Python 也是安装在了复制的Python里面啊 点text的 我就创建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我随便在里面加几句东西啊 这是我在虚拟环境里面加的 那么即使你加完之后啊 你在这里面 你看这个文件有了 你退出虚拟环境之后 这个文件呢 它还有 它还有啊 就你在这里面 编辑文件创建目录啊 你退出之后也一样啊 也有啊 我们在这里面强调的就是 虚拟环境呢 只是复制了Python 安装包也是安装在复制里面 就这两点区别啊 其他的没有啊 OK 那么 这里面呢 是我们给大家说这个创建啊 创建的命令就是 make virtual因为 那么去创建一个 虚拟环境 那么这里面创建Pens3呢 你要注意啊 我们呢 是要使用Pens3的虚拟环境 所以呢 我们这里创建一个Pens3的 好 那么你创建 进入虚拟环境之后 你怎么去退出这个虚拟环境啊 叫做deactive的啊 deactive的 可以退出你的虚拟环境 你直接在这里面一敲回车 好 ls 你在这里面看到这个提示符是不是发生变化了 对吧 这说明现在你已经退出了这个虚拟环境啊 然后你 我们在ls看一下 这个文件是不是一样有 对吧 所以我们给大家强调啊 虚拟环境里面编辑文件 创建文件都是一样的啊 你退出之后 他也有啊 他也有 只是你 只是你只是决定你这个Pens3的包到底装到哪里啊 到底装哪里啊 你比如说我要退出虚拟环境 我再pipe install去安装一个Pens3包的话 哎 对吧 这个包他就安装在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U的local 那一步下面的这个Pens3 Pens3里面啊 他就安装在这个里面啊 安装在这里面 OK 那么 好 那么这里面是 他的一个创建和退出啊 假如说你现在 你想进入虚拟环境里面去工作 怎么进行工作啊 他有个命名呢 叫做work on啊 work on work on呢 就是这个工作的意思啊 对吧 work on 然后呢 你要进入哪个虚拟环境进行工作 你就直接跟上他的一个名字啊 哎 我要进入这个 刚刚创建的BJ18Pens3 那我就 直接work on BJ18Pens3 你回车 好 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又变化了 对吧 这个时候说明 你已经进入这个虚拟环境的 去工作了啊 OK 这里面是我们再把它退出一下啊 退出 好 假如说你想看一下 你的这台电脑上 已经有多少个虚拟环境啊 怎么做啊 直接是work on 空格 后面呢 跟两个推包键啊 按两个推包键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列出 你这个机器上面的虚拟环境 对吧 那是我 这是我这个机器上面 虚拟环境啊 那么 好 然后啊 这里面 创建 进入虚拟环境工作 退出虚拟环境 OK 在我现在我们给大家说一个秘密呢 就是你怎么呢 去删除这个 虚拟环境啊 删除虚拟环境的话 那你需要呢 去使用这个 RM VirtualInv RM VirtualInv啊 后面呢 跟上这个虚拟环境的名字 那你比如说 我现在呢 我要删除一个虚拟环境 好 这里面我们有这个PYTES 这个虚拟环境 对吧 假如说我要把它删掉啊 我就直接RM VirtualInv 直接写上一个PY TES啊 好 回这 那么这里面 他就告诉我 已经在删除 好 等他删除完之后呢 我再work on 我按两个推包键 哎 看到这个还有没有 对吧 他就没有了啊 哎 这里面是这个 删除的命令啊 删除的命令 OK 好 这里面 就我们给大家 说的这几个命令啊 创建 那么进入里面去工作 退出 然后呢 去删除啊 去删除 OK 这里面要特别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啊 在你呢 去创建一个虚拟环境的时候 你要保证啊 你这个 当你使用这个命令 去创建虚拟环境的时候啊 你的虚拟机呢 它必须有网啊 必须能联网啊 那么 哎 什么叫能联网啊 就是 你呢 在这里面直接呢 你去拼一下这个 百度啊 你直接拼一下这个百度 那么当它出现这种 对吧 哎 有回应了啊 说明你这是有网呢 你就可以创建虚拟环境啊 OK 那么 咱们班这个网有没有开 啊 开了是吧 啊 OK啊 好 那么 然后啊 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说 它必须有网啊 必须有网 好 那么在 再往下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 在虚拟环境里面 怎么去安装这个 Python的包 啊 怎么去安装 Python的包啊 我们在这里面进入 哎 Work on 直接进入我们这个虚拟环境 进行工作 那么在这里面 你呢 如果需要查看 哎 我们虚拟环境里面的 这个Python 装了哪些包 有一个命令啊 这个命令呢 叫Pyple List啊 哎 你可以PypleList 看你这个虚拟环境里面 装了哪些包 对吧 哎 它这里面呢 已经装了这么 预装了这么几个包啊 这么几个包 好 现在你又想自己装这个包的话 哎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Jungle啊 它呢 就是我们Python的一个包啊 其实 那你要装它怎么装啊 哎 就是Pyple Pyple List 哎 PypeInstall啊 PypeInstall 然后呢 直接跟上这个 Jungle啊 去安装这个包 哎 但是如果你需要呢 去指定这个包的版本的话啊 怎么做啊 比如说我们上课啊 我们讲这个Jungle上课 我们用的是Jungle 1.8.2的这个版本啊 1.8.2的这个版本 那么这个呢 你要去装它的话 怎么装 就两个等号 后面呢 指定这个版本号 直接写上1.8.2的这个版本啊 2啊 这里面两个等号后面 指定一个包的版本号 好 在这里面直接 敲回车 好 它这里面正在安装 对吧 OK啊 这里面就告诉你 已经安装成功了啊 我再使用这个Pyple List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多了一个 对吧 这时候我们跟大家说 在虚拟环境里面 怎么安装Python包啊 直接Pyple Install 后面呢 跟上一个包名 如果你需要指定版本的话 两个等号后面呢 跟上一个版本号啊 跟上一个版本号 OK 那么 在这里面呢 有一些区别 你看到这个Pyple List显示呢 是包名 括号里面 跟上一个版本号 对吧 这PyPhrase呢 它呢 是包名等一等一 后面跟上一个版本号啊 那么 这两个呢 你都可以查看 你这个Python里面 装了哪些包 它俩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个PyPhrase啊 在我们把网站做好之后 这个网站要发布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命令啊 这个在后面 我们还会给大家说 现在呢 我们是先给大家去提一下啊 去提一下 OK 好 那么 这里面 以上啊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 虚拟环境 它的一个使用啊 它的一个怎么安装 我们大部分人呢 你的电脑上 你已经装好了 所以呢 你了解一下 这几步是干嘛的 你不需要再去装啊 然后创建虚拟环境 对吧 Makeoverty因为 -PyPython3 创建一个Python3的虚拟环境 好 进入虚拟环境进行工作 Work on 后面跟上虚拟环境的 名字 好 退出虚拟环境 Deactive Deactive 删除呢 就是RM VHV 然后呢 删除虚拟环境 在这里面 虚拟环境里面 安装这个 Python的包 Python5 Python5 后面跟上一个 包名 好 特别强调 要注意一下 在虚拟环境里面 安装Python5 的时候 不要使用 SudoPython5 加上一个包名 那么如果你在前面 加Sudo的话 这个安装的包呢 就不是安装在了我们复制的Python里面 还是安装在了虚拟环境外面 那个Python里面 所以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下 好 安装 将过的环境 这里面我们给大家说了 怎么安装 怎么去查看虚拟环境的 这个 里面 有哪些包 好 这边要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Pype install 跟APD get install 它 它们两者之间的一个 区别 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个Pype install 它是在安装一个Python的包 它是在安装Python的包 就是Pype install 这个命令 是依赖于你的Python环境的 对吧 它就在装Python的包 那么这个 APD get install 它是在装一个软件 它是在装一个软件 你比如说 我装这个MySQL数据库 我就可以使用这个 APD get install 去安装 这个命令 是 它就不依赖于你的Python 它是在装一个软件 这里面我们给大家说 你要注意一下 它们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 人之间区别 OK 那么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虚拟环境的一个 基本介绍 它们的一个本质 就是复制了你真实环境的一个Python 把它当作一个复制的版本 你在虚拟环境里面使用Python 使用的是复制的Python 安装包也是安装在了 复制的Python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